好了,我們當然也要先買一下廣告 這個呢,為什麼我突然拿出來呢 其實除了麵神以外,我當然有 中華三味,其實就是被譽為最好吃的即食麵 中華三味,我介紹綠色的那種我沒有貨 還有紅色的那種廣東風味,沒有貨 我現在有呢,是酸辣湯麵 我看到還有十多二十包,就不管說說說 我今天下午吃了,都ok的 記住,十九元包,吃中華三味,吃明星這一束麵 包括麵神,其實麵質為之重要 當然那湯味呢,你也可以選擇 暫時呢,大家還可以上來買我的麵神,我有貨的 還有中華三味,不過麵神我賣貴一點點 我貴人家兩元的,因為呢 反正大家都沒有貨,我有貨,售理方便也要啦 兩元,其實賺多兩元,買貴多兩元,都是賺幾元一包 好,這個中華三味,大家一定要支持 因為這個是我用的給坡回來的 我再去 好了,今天有個網友跟我說,那隻餅真的很好吃 我也很久沒有介紹,差點忘記介紹 不止好吃,還要很便宜 十二小包,即是三元一包 好,這個椰子薄荷餅,絕對有我們 以前小時候吃的雜餅那種滋味 鹹鹹,甜甜,還有椰香 好,真的要嘗試 好,再去 貓屎咖啡,這隻是野生的,大家認住 是深色的 二百三十八元,貴不貴啊 當然很便宜,你問我認為 因為我上網看過,原來這些級數的貓屎咖啡呢 在香港要喝二百元一杯,一百多二百元一杯,不要說那些用那些粉,細細蔥的那種滋味 Anyway,就是喝過 所謂的貓屎咖啡就是那隻蛇香貓 蛤出來的咖啡豆 因為它分解,它消化不了 但是呢,在那個消化過程裡面 會令它的豆,不知怎樣 有氧化了,不知又怎樣 於是,洗乾淨,它燒了毒之後 它是會另外發酵之後 它另外一種在腸道裡面 是另外一種滋味 我對咖啡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如果你們喜歡喝咖啡 或者想吹水以後 我認為這個是重要的 出去吹水 然後來,貓吃咖啡 有沒有人見到,很冷靜 你喝過就可以說 沒有喝過有什麼好說的 好,再去 這個呢,卵學幕 為什麼今天要講呢 我看到哈佛大學 有一個醫學院 有一個教授 近期用自己身體來做一個實驗 就是怎樣呢 就是每天吃24隻雞蛋 然後看看它的LDL 即是所謂的淮膽固醇水平 發覺呢,原來呢 他每天吃24隻雞蛋之後 一個月之後呢 他的淮膽固醇 LDL 就下降了18% OK 但是我們普通人 我想 你很難吃24隻雞蛋 我們卵學幕呢 我不知道吃24隻雞蛋 跟雞蛋的營養有沒有關係 我不知道 我們每天吃4顆 是等於你吃32隻雞蛋的營養 這個是我們的王牌產品之一 除了我之外 其實坊間也有很多不同的卵學幕產品 但是我這些產品呢 其實我是從我的客人裏告訴我 效果非常好 不要說肌膚美白 最重要是骨落 例如膝蓋 效果非常快速 如果看得多 我們視頻的網友就知道了 最重要的是 老人家 我認為你有沒有膝蓋的問題 都可以試吃的 因為32隻雞蛋的營養 就在這4顆卵學膜裏面 價錢也不貴 你買到6瓶 每一瓶是529 還有Furder Discount 因為如果你夠1500元 買了4500元的話 可能是400多元 非常划算的 大家可以 NN之餘 但是既然我收到那個價錢 這個是香港 應該是浸大和 科大還是浸大和理大 我不是記得哪一間 出的這隻產品 紫禁藥業出的 那麼 他們全天然的 提取 那 Suppire 跟我說 他們試過很快 即是那些 以賴 安眠藥多年的朋友 吃這一隻 都調節得很快 那他這樣說 現在價錢很便宜 所以我要盡快說 他應該要賣399 399元 但是 在現在這個階段 即是未正正式式 Launch 的時候 有個優惠價給那些網友 299 60粒 應該是一個月份量的 但是大家 而且他們全是吃療的 其中一個堅持就是 沒有口也不要緊要 不要吃壞人 你不是藥來的 全是吃療來的 大家可以試一下 如果 那我就不說了 不要說不夠睡 有什麼壞處 你不夠睡也很辛苦 下一張 好了 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 包行銀交 有大有小 198元 就是小的 398元 就是大的 我自己親自用過 就真的 效果非常之好 特別是 好像198 現在你說很多錢 肯定又不是 那我覺得 就算你沒有什麼特別的包行 想要去 remove 但是如果你 afford得到 你買一瓶在家裡 in case 有什麼傷口 那你在那個傷口 乾了的時候 立刻塗 那起碼不會有 我現在已經達到 我膝蓋完全平 摸不到 之前是幾張大顆 當然 還有有色的 還有有色的 還有黑色的 所以我介紹都是產品 好 下一張 這個呢 有昨天說過 就是這個 石合 碎取物的精華 亮白液 398元 可以用一個月左右 直接滴下你 例如 那些印象 例如雀斑等等 那 我今天吸收的知識就是 坊間有很多 亮白皮膚的產品 主要是有 維他命B C 不是 維他命C D 以及E 主要 維他命C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但是 維他命C 因為如果 他的pH值 是超過4的話 就很容易 有些朋友 用亮白液的時候 就會敏感 但是這一隻 也是香港 浸大研究出來的 SNL也是在 內瓦拿出發明大獎 他們的碎取液 就不涉及了 維他命C 或者pH值 於是 他的效果就很快 為什麼呢 因為你怕人敏感 他不能超過 pH值 4 所以 他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理論上 如果超過 6和8 我聽教授說 他就會達到很快 美白 隨印的效果 但是很容易會有人皮膚敏感 於是就不可以了 但是現在這個發明 為什麼會獲獎呢 就是因為 他撇開了 他不是用維他命 而是用石合的碎取物 所以呢 他比用傳統維他命C 快很多 這個就是重點 他說 28天 其實他自己跟我說 14天 我老婆 是用了 兩個星期左右 你不要問我 那些女人有興趣 你上來問我老婆 去share我的經驗 因為 他說直接 因為 不用說 那個成文怎麼用 是不是滴在筆上 不用的 直接 譬如你這個雀巴 滴下去 他除了會去印之外 深層的黑印 他會亮白的 講得這麼神奇 但是多少錢 都是398元 用一個月 我覺得 如果 你們可以試一下 或者你有什麼疑問 明天上來我老婆在這裡 問他 因為我沒有用過 我早就拿一個版 就是叫他用的 OK 好 再去 好了 這個 大家看一下 這個圖 夠不夠氣勢 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圖 背景 因為 這個是我用AI做的 但是背景 後面是火山爆發 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新的 蛹蟲態 OK 就是台灣製造 生能量 長效片 看過上頭就知道厲害了 好了 我也要講一下 我們的網友的分享 你真是各式隨式的 因為昨天我呼籲了 碧莉哥 這個網友 叫 通嘟路 就是跟梁朝偉的文名 是 碧莉哥 分享一下星龍液 我早晚噴兩次 已經一個月左右 發覺最大的改變 是一支東西 密度高了 一支東西的密度會高 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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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一個空 變成 一個 adjective 就是動詞 變成形容詞 靜止狀態 以前 好像象拔胖 現在 變成了香蕉 象拔胖 嗯 香蕉 哇 這是靜止狀態 OK 我想 這一支 星龍王 對整個秘導系統 機能都有所提升 反而 單次使用呢 即是不是這樣 早晚使用呢 我就覺得沒什麼特別 可能 是我一直都是 差不多 即是說 他在矯蕉上面 似乎就不覺得 有什麼 那麼增長 我覺得你 除了早晚這樣噴 你覺得 那條賓州質感了 你應該在行防前 半個小時再噴 是 應該要這樣的 OK 他說 另外 勇重泰 第一次吃效果很好 打算長期吃 誰知缺了貨牌之後 第二批產品 就完全不是那回事 令到我對這個生產商 熱質常演 很失望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原因 沒有貨 其實不是的 我一會再說一次 但是怎麼都不可以 濫於充足 握消費者 聽你講 現在要回復生產第一批的質量 但是我對它沒有信心 所以暫時都不會買 這個是你的選擇 我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已經罵了 畫上現了 其實我再說一次 是什麼事 勇重泰裡面 顧管培養 狀陽 其中有一種 成分 因為他買得太好 被人撲灰 於是在大陸就要抽起那種成分 抽起那種成分 不是不行的 那些個個網友說不行 其實呢 那時候 上現呢 後來我當然是發覺 含糊蒙韻 他有跟我說 含糊蒙韻 這樣 不是不行 多吃幾次才行 就是用含糊蒙韻 那後來我告訴上現 就說 喂 你真的不可以這樣 你不要含糊蒙韻 你這個情況跟我說 我會跟客人說 那等客人降低 或是不買 另一件事 你不要含糊蒙韻 那客人說 喂 為何沒有吵糊 因為 不是啊 你要吃兩個月 還是怎樣 慢慢調理 那你就變成調理 你就不要這樣 我說 你這樣 就真的 那些客人很難回船 這個是很明顯的 好了 那現在這隻是什麼呢 其實是那間廠 喂 既然這樣 去台灣 拿了那些 啊 啊 因為台灣那隻是OK的 嗯 那現在這隻東西呢 其實呢 是有料到 是有料到 那當然啦 你自己的選擇 因為我很多這些東西賣 不是一定要買他的 那但是呢 其實他給我一盒試 我沒有試到 因為我自己 啊 都賣了 我自己的盒都 因為我最喜歡這樣 那些東西當然是用來買 我沒什麼用的 OK 我自己 都 strong enough OK 那大家記住 有蛹蟲泰 有星龍王 有星龍翼 樹樹公我沒有的 那就是黃晶片 撥撥 還有馬卡的汽水餅 馬卡的 那些 粒粒 不是粒粒 那些軟 哇 這些產品真的 但是大家真的上到來 你說這樣也不行 我沒有你的辦法 OK 休息一會 好吧 我暫停不記得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 是吃開直血黃 調理著你的血液的朋友 大家真的可以上來 考慮一下 上來買一部輕水機 就是我們有的 或者買輕水筆 或者出去買都可以 因為呢 我今天有個網友 上來講開 因為他上個禮拜 還是前個禮拜 應該是前個禮拜 我真的 去旅行之前 他上來見到 上去上去 銷售那部輕水機 他用輕水機 來飲 那些 什麼呢 即是配那些 正血黃 和平常喝輕水 嘩 是再 快了幾倍 那些 血的密度 尿酸 膽固醇 我一直都說 其實輕水 一份之小 很容易吸收 大家其實 真的要試一下 不是貴你一千多元 這個是市面上 出興最厲害的一部 老實說 我賣的東西 各位 你不用想太辛苦了 我盡量 都一定要跟外國人不同 為何不同 我特別厲害 的 那個輕水機 那我就買了 我買了 到處都有 衛康百家也有 封殺也有 這一節 我先講新聞之前 想一下 其實我也覺得 AI人工智能 當然這個會克服的 我們也知道 這個盲點 AI班其實我們是一直有 很少說的 那我下星期就整理一下 跟這十八天夾一下 去什麼時間 因為很多人要我開中班 因為要開初班 那其實呢 他這個決定 我們當時 為什麼呢 話說 我今天 就收了 Alex 就是他跟我們 AI班的導師 就用我啤梨的那些 video 做了一個 預測 用星盤啊 就是西洋 星座啊 等等 預測 Donald Trump 和 賀錦麗 究竟誰能夠當總統 那他們呢 就分析了一大堆 分幾兩分鐘而已 就是那個假啤梨 AI啤梨 最後得到一個conclusion 就是因為 誰的升盤 因為他的執行能力 執行能力 以及各樣東西 所以就認為 何錦麗能夠當選的機會 是大大 即是 真相是怎樣呢 那個AI啤梨 就說到時看看 真啤梨和 真林康正會怎樣說